然后接下来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可能是比较偏向于校内选课的同学 就是我们的那个编程环境和GPU的server 然后其实也不仅限于就是校内选课同学 其他同学如果你能接触到 比如说买了一台服务器之类的 你也可以去尝试去使用 然后我们是每一个就是选课的同学会得到一个 毕竟科技的一个账户 然后上面是一块的一块3090的卡 然后有两百卡十基本卡十 然后如果你之后做大作业觉得这卡十不够用 或者你想同时用多块卡并行跑 这个你需要去和我申请 然后需要注意的是 你不要用它来做本课程之外的事情 然后对于就是目前在听课的没有注册这个课程的 然后我们推荐可以去 比如说在刚刚那个并行科技上面自己去租一些服务器 然后或者是其他的平台也可以租 然后这个如果你不想租的话 其实用Google Collab 其实也有一定机率去分到GPU或者TPO的资源 然后当然TPO就是概率非常小 然后但是它缺点是可能不太稳定 就是你很多时间你是分不到这个GPU资源的 然后你可以花一些钱去买个Pro Account 然后去体验一下 这样也是可以的 现在我卡嘛 然后就是我们就做深度学习的这方面 尤其大幅模型这方面的研究 我们肯定是要去和Linux的服务器打交道了 然后在这方面有非常多的东西是大家需要去当做一个基本技能去了解的 比如说SSH 然后Linux的一些操作 然后Wim可能如果大家觉得还方便的话也可以使用 然后比如说Tmax它是可以用来管理你开不同多个任务的时候 它可以进行窗口的管理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可能会同时进行不同的课题 然后你为这每一个课题去搭建一个干净的环境是比较有利于后续代码维护的 然后这时候就可能需要用到Konda 然后Pipe这样的那些工具 然后我们推荐的一个编程工具是VS Code的 然后它可以进行一个就非常容易能进行远程连接 然后的话就是因为很多的这种大模型的代码它可能都是发布在GitHub上面 然后可能你之后也需要去用Git去维护你的代码 然后所以大家需要去学习Git 以及我们在做大模型的实验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把每个东西都是 像之前比如说跑Python程序 然后手动运行一下Python什么main.py 然后这样的话会导致你的实验非常低效 我们可能需要去写自动化的脚本去维护你的实验 然后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基础的 如果你遇到了问题 那99%的可能性前人已经遇到了 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 在搜索引擎上进行搜索会有非常大的帮助